立法會選舉點票工作通宵進行 行政長官梁振英星期日凌晨時分到達亞洲國際博覽館中央點票站 主持開箱點票儀式 梁振英形容今次選舉是成功 今天的立法會選舉議席的數目都比往年為多 我們的候選人的人數亦比往年為多 競爭亦相當激烈 今天這場選舉我們未知結果 但應該說是成功的 梁振英不認為投票人數增多 與國民教育爭議有明顯關係 其實沒有國民教育這件事之前 大家都估計今年的投票率和投票人數會比較多 當然不排除最近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議 會吸引到一部分的選民出來投票 今屆立法會選舉全日投票率超過五成 投票人數超過180萬 較上屆08年選舉的投票率高出近8個百分點 新增的超級區議會投票人數167萬 超過一半的登記選民有投這一票 而全日關於選舉的投訴超過2000宗 今年的投訴是多了的 主要都是這個選舉廣告 即是說去到那些地方的華旗那些 阻礙了那些加勢者 至於有投訴說有票站延遲關閉 馮華說以往的做法是 如果票站關閉之前有人排隊 當局會被排隊的人投票先關門 如果票站已經關門 就不讓遲離的人進去投票 ONTV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 請多多了 請多多了 谢谢大家